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总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我接下来也会 一直留在中国 了解中国 随喜中国 用我的镜头 记录探索中国 基础在我们 路卡克里里这个账号 装保最真实的中国 不玩出心 所有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也是让我有了 露气袖子 加油干得多力 9月26号 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 全球抗议与国际传播论坛 在浙江乌镇举行 视频中慷慨激昂 讲述他的中国故事的 是来自意大利的 网红博主瑞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意大利的瑞丽 大家好 我今天来了 全户苗寨 我是不是忘了给我一个习惯 有没有 读妹的朋友 跟我讲一下 教我一下 带装的都这样咋喝呢 自从五年前 来到西北工业大学 读研后 他就逐渐爱上了中国 意大利本科毕业了 就来这边读研 对中国一直有感兴趣 然后本来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来过亚洲 然后就来一次 就爱上了 就离不开了 最近我的地方就是说 中国这么大 每个地方的习惯系统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去云南 你去三亚 你能享受大海 你去桂林 有大自然的陆化的美丽 然后来杭州有西湖 对吧 就是每个地方有 各自的好 瑞丽表示 来到中国后 发现真实的中国 和自己曾经想象的完全不同 说实话我们就是西方国家 对中国有很多的误会 也许是因为我们媒体报的 我们就是有一点的互惠 来中国之前 我也认为就是中国比较落后 然后反正就是不是很发达 来中国之后就发现 完全跟我之前 印象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我们准备走了 准备走了 第一个书包 第二个书包 下一个书包 在疫情期间 瑞丽拍摄了一段 自己从安徽回杭州的视频 视频中所到之处全员戴口罩 在她看来视频频频频无奇 但发布后 发现国外的反应很大 自此瑞丽决定拍摄 自己在中国生活的视频 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 因为他们就没有来过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 真正的就是自己去亲自看 亲自就是看 跟他们 被别人跟他们抱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 就是希望我也在 玩国外介绍推诊式的中国 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所以我们的视频 就是在中国发的是 有时候是发中文 但是发我们国外平台的话 都是长三语字母 就意大利语中文和英语 对于未来 瑞丽表示 自己已经在中国成家立业 继续拍自己的视频 传播好我和中国的故事 我在这边已经 成家立业了 在很久 我们都要来 就是继续拍好视频 继续传播好我和中国的故事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